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前几天有人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他就说跟我讲说 八字要入阁 不是所有人都会入阁 入阁的人才会有什么大成就 讲的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就直接回答他 我目前还不看这种东西 什么格局不格局的 别用你那一种别派的理论来跟我瞎扯 我甚至连你会不会批命 我都答很大问题 各位 什么叫格局 我跟你说 没有什么叫格局 你们在古书里面 你们在那边写了一大堆格局 我先跟各位讲 这些格局都是类推推来的 也就是说 他都是找名人 有成就的人去分析他的八字 然后推出来他有这种格局 但是 我们常常讲 相同八字 不同命 相同八字 不同命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格局推翻了 他就直接把你格局推翻了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 什么八字决定你的命 你的格局是什么 我不吃你那一套 我们实际在批命 我先跟各位讲 什么叫做真正的在批命 今天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就算格局很高 他现在他是苦哈哈的 就是苦哈哈的 他现在很好 就是很好 跟什么格局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面对的就是现在的人 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管他未来会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走错一步路 他就算格局再高 都很差劲 他只要走对路 他格局就算很低 所以 但是因为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好的一种情况下 他也会有不错的一个成就 你要不要解 他也会有不错的一个成就 所以各位 这个才是现实 而不是老是在那边天方夜谭 自以为是的在那边讲 那格局 那我问你 格局高到底身价要算多少 身价多少算多高 没有了 身价要千万以上 我说你妈头盒坏掉 千万以上 台北随便一栋房子 都是 都四五千 一两千以上 他们只要有房子的身价都一千万以上 可是他们真的很有钱吗 每一个人都是贷款的 都是负债的 所以各位有的时候 在讲话的时候 请你回归到现实面 不要讲那一种 一听就知道 根本就是没知识的那一种的话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真正在面临到的是 我如何帮他把每一年都走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五行派所重视的不是这个命 因为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命 他只是一个结论而已 我们重视的是他的一个运 他们何时可以把握那个机会 何时要避开那个危机 各位 我的学生里面也有身价一亿的 也有身价五千万的 各位 这个运没走过 一年 两年的时间全部归零 甚至还负债 那有什么用 所以 各位 不要一直在那边研究八字 说这个人的未来成就多高又多高 那些都是理想值 因为影响命的因素太多 八字只是从时间上去影响他 还有空间上 风水的力量 还有他自身 假设他自己的条件就很差 国中 国小毕业的 什么都不干 他有一个好八字 身价千万以上 你认为有可能吗 他只是会比较不愁钱而已 因为他格局高 所以各位 在学八字的时候 不要学到脑袋破掉 脑袋坏掉 你们在学八字的时候很喜欢用类推 你们有没有用现在去推 也就是说 你帮这个人批 你帮他批一年 批两年以后 你再来追踪看你批的对不对 这才是学八字 怎么学八字学到 都天天在那边胡思乱想 我有什么好格局 好格局 好个屁 自己到网络论坛直接去看看 多少人的八字很好 可是现实中却是苦哈哈的 那才是真正的东西 不要老是书上讲的 书上也是用名人的八字 然后在那边反推有什么格局 这种东西不可考 没有几个人是像那样 了不了解 所以回到现实面 所以什么叫现实面 在你前面的人 你能不能够把他顾好 这才是真正的命理 而不是老是在那边跟人家吐槽 你这个不是 这格局是怎样 你真正批命 你真正帮人家批命 你能够有多准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所以学八字 不要学到邪魔歪道去了 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而不是老是在那边胡思乱想 我的格局多好 格局多好又如何 你说不定比我这个烂格局的还不如 那为什么 因为学命理就是要知所尽惠 知道自己运势该怎么去运作 这才是学命理真正的意义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